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主著先佛为张国老先翁 地念七章 以古训义教导子女 张国老先翁将 在现今之社会虽说是文明的社会 也就是因为太过于讲求文明 所以不论在哪一方面都见次的变质已 使得现今世人生活上无法适从 以前是子女孝顺父母 而现今讲什么人权 好像是道过来了 是父母在孝顺子女 对子女所求 百依百顺 不敢有所违逆 怕违背人权 实在值得检讨 其实为人父母者有谁不疼惜子女呢 当然不可以让子女大过嚣张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 子女不但不知感恩 反而忤逆者甚多 能不省思乎 再者 在生活上好像照顾自己的尊长 一样的照顾子女 也使得现今为人子女者不思感恩 反而处逆的甚多 这都是事态不良所造成的结果 古训不遵 只跟着错误的时代潮流在走 实在令人想不通 而后这种现象还会变本加厉 难以收拾 值得省思也 故盼现今之人 古训亦得遵循 不可淡忘 否则古训将尸本以明误之 由于现在道德低落 许多家庭不和 小孩不听话 愿此本善书事态迷失与省觉 可以让大家知道 要如何落实生活修道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希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 助级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 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浩天子寿灵修院可进入 弥勒净土内院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 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益赤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施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官皇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弃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